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兰花 在这段时间我们养护不当 也是很容易使兰花出现消暴的现象 因为有些花有把它搬回到室内养护 往往都会出现消暴的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湿度或已干燥 因为在室内养护它正常的生长,正常的消耗 但是有些花有往往都会想到这一点就是 由于它在室内养护的时候 这个水分蒸发的比较慢 那么给它浇水的时间间壳长一点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使花苞水分供给不上 就很容易出现消暴的现象 这个花苞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是干的 所以我们要细量的给它喷洒这水物到周边 或者是到盆土表面保持空气湿度 第二,湿度过大 由于在室内养护通风条件没有那么好 那么盆土的水分蒸发的也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们给它浇水的次数增加 导致这个盆土的水分难以蒸发 导致它湿度过大 就容易出现了消暴的现象 第三点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暖房去 千万不要对着暖风口处 暖风口处吹出来的风 往往是比较热的 而且又比较干燥 也是很容易引起这个花苞消暴的 第四点就是我们在给它种植兰花的时候 把这个炉头种植的太深 当它冒出花苞的时候 这个花苞都被这个土埋了一半 这时我们给它浇水 水分就难以蒸发 就导致它水分过多 就容易出现消暴的现象 当然了我们除了这几点之外 如果养分不足 也是容易引起这个花苞出现消暴的现象 当我们的兰花准备花苞分化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补充磷甲肥 才能提高它的抗性 还有使它花苞分化的更快 能让它形成花苞更加快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